路間有一輛造車翻覆 油罐車 小客車 還有連接車 全都擠成一團 走到前方 還有車輛被擠壓變形 黑色小客車被夾在中間 形同廢鐵 有人被擠壓在裡面 趕快下來 車內人員脫困後 嚇得蹲在路上 現場滿目瘡疑 零件散落一地 佔據了全縣道 出動多輛脫掉車 以及大批警銷人員投入救援工作 因為這場國道重大的追撞車禍 造成兩人死亡 五人輕重傷 救護車大概有十來台 下方車有三四台 脫掉車應該有十台上下吧 事發在28號傍晚六點多 國道3號南下114公里 竹南鳳龍渝港 銜接台61線的扎道口 當時正好下班車超多 疑似一輛連接車 未注意回堵車流 高速衝撞前方的油罐車 和四輛轎車 而首當其衝的兩輛轎車 因為嚴重變形 有三人受困車內 救護車抵達現場後 陸續將傷者送醫治療 不過命為的三人 有兩人送醫後不治 油罐車和連接車駕駛 則是輕傷無大礙拒絕送醫 電子看板告知國山114K有事故 現在目前停留在112.3左右 已經定點一小時十分鐘了 到現在都還沒有動靜 車輛動彈不得全都卡在國道上 事故發生後回堵四公里 國道警方到場疏導引導駕駛 一序離開 同時也讓卡在前方的車輛 轉頭逆向從香山交流道使出國道 而雖然現在已經開放內線通車 不過確切的事故原因 還在調查當中 TVBS新聞 趙麗 徐敦 新竹報導